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了 那么 今天大家看到我们的往一往事 本来其实要换一个时间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已经开始要见面 要开始聚一聚了 有的人说 哇 一年半以前才见到你 上个星期五 我就和小平同学一起去参加了几位朋友的聚会 但是当时候整个餐厅集满了人 我们只好在外面吃饭 结果吃得焚身发抖 这个星期一呢 本来又有朋友来找我吃饭 我说 你找小平啊 我开始当时不知道是哪一天 原来他说 小平啊 被你压榨到现在 那天要上节目 我说 是吗 那我说 我来了 这个 结果我一看时间 就是此时此刻 我和小平做的往一往事 所以呢 这个 我们两个人都没办法去参加朋友的聚餐 只好来做这个往一往事节目 大家好 大家好 陈小平博士好 大家好 这个何先生好 观众朋友们好 但是你为什么要造谣说 我压榨你 不让你去吃饭呢 我可没说压榨 我就说我要上班 我描述的是真实情况 这叫压榨 这个压榨是你说的啊 那不是我说的是朋友说的 朋友把你的话扭成为压榨 我是客观描述 好的 那我们今天直接进入话题 这个 昨天华尔街日报 登出了一篇 这个 标题看起来吓死人 那么 里面的内容怎么样呢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点点今天事 今天一看 小平给我们今天的网音网视 也是讨论这个话题 叫武汉十年十 是不是泄露了病毒 第二波情报来的正是十号 那么小平今天的大师小平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三点钟 陈小平博士在明镜电视 明镜电视的下午三点钟 有大师小平发表他个人观点的看法 也有网友来提供一些不同意见 不过我今天那个名字瞎为一跳 有个网友取名叫习仲勋 是不是有太开玩笑了一点 那么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我刚才听你后来的这个观点 我还是比较同意 但是呢 我没有听到完整 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找到要批捕你的这个理由 你能不能再重新讲一次 也许我就会找到一些我自认为的漏洞 来补充一下也好 或者是跟你讨论也好 好啊 这个标题很吓人啊 似你被误导了 实际上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啊 我觉得写的比较符合西方的这个政治正确 对啊客观中立啊平衡嗯 你看看他这个英文的标题就是说 关于啊这个啊生病的员工的这个情报呢 啊为这个新冠起源的这个争论呢 又加了油啊 就是这么个如果是从这边上这么翻的话 就这样啊 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煽动的意思 那么可能有一些媒体啊就把这个东西就做大了啊 就是什么绝密情报这种 这也没什么标题上也没有绝密情报的意思在里头 没这个意思啊 那么这个 那么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呢 这个情报从内容上来说啊 他跟这个1月15号啊 当时的国务院的那个声明里面提供的内容啊 没有多少突破性的啊一个更新 因为那个是那个情报是说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人生病啊 在2019年的秋天 那么现在这个情报呢 他清晰的在什么地方呢 他是说2019年11月份啊有三个人生病啊 所以说他的信息的情况呢 比原来的那个模糊化的处理的呢 要清晰一些 这是一个跟原来不一样的地方啊 那就所谓的第二波情报 那么第二个情报呢 他借助这个报道 他说啊是来自国际朋友的信息 而且这个信息呢 借助一个人的话说啊相当的有质量 而且相当的精确 所以说啊这个情报的来源应该是被他们在某位上做了评估 评估以后呢 认为这个情报啊 给媒体说出来之后呢也不足以闹笑话 我估计是这么一个情况 另外我还有一个潜意识的一个思考就是说啊 可能这一次泄露出来的这些东西呢 也只是美国政府点到即止 没有说透啊 跟媒体吹风的没说透 实际上美国可能都知道这几个人生病的是谁 住在哪家医院啊 来自于可能弄不好还有一点病例都有啊 只是说他没有说的那么透啊 这是告诉我们13个人啊 2019年11月啊 就这么一通 这是这个所谓的情报 那么这个情报呢 从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来说呢 他又接下来 他又讲了两个对这个情报 一个评价非常高的 一个评价就是说有可能有很好的意义啊 但是需要进一步调查 还有一个就是参加这个世卫调查专家组的 一个河南的病毒学家的一个观点 就是这种情报 我们病毒专家们去中国调查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啊 也许这个病啊也就是我们理解的感冒啊 没有任何情报价值 这个报道里面也有啊 那么有一个有一个报道呢就说这个情报非常有价值 那么他还去找到中国政府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那么中国政府这一次也难得及时的进行了回馈 啊 所以说呢啊 美国政府给这些人这个情报应该不是这几天的事情 因为给了这个华尔街日报 这华尔街日报没有造班嘛 就去找中国政府核对嘛 啊 中国政府居然还有声音 所以说他这个报道里头呢 他把这几家方面的声音啊 都给写出来了 那么唯一缺的一个点就是美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息 那么这一次美国政府啊 啊在新闻发布会上他的发言人被追问啊 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才发表意见 所以说中国政府的意见反而先被纳入了这个报道 美国政府的官方意见还没有被纳入这个里面啊 所以从这个情况下看呢 我认为 他是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 一个报道啊 他也没有完全站在 站在谁的一边啊 这是我提到的第一个啊 那么第二个呢 我认为呢就是说呢 从现在来看 美国政府的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呢啊 原则上的态度就像华尔街日报说的 开始倾向于实验室假说这个立场啊 朝这个方面去看问题啊 做文章 外交努力啊 国际合作 但是呢 美国政府 以白宫为代表的这一意 他的工作的重点呢 并不是要去解构这个实验室泄漏啊 直接去解构这个事件啊 他不干不干的事情 他 只是强调一点啊 我们对现在提出来的 任何有关这些问题的信息呢 我们都主张透明独立的去调查啊 采取一种呢 中立的一个路线 但是呢 他的这个取向是非常明显的啊 调查啊 要调查 嗯 一定要查查清楚真相 然后呢 关于这个实验室假说呢 美国政府现在不持立场啊 不持立场 他通过一系列的 各种各样的长说来表明他们慢慢的靠向甚至于支持实验室假说 那么这个包括啊 包括这个新的CDC的这个主任啊 他说这个起源呢啊自然起源 但是呢也可能是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是之一啊 这是美国政府的新的CDC主任 美国的美国的情报总监啊 他也倾向于 泄露是实验室假说是可能性之一 这是官方的态度啊 官方的态度 再加上这个著名的医生福西啊 他也说现在自然起源说让他没有啊 没有把他说服 他现在倾向于实验室假说啊 尽一切可能去调查这个实验室的假说 那么这个福西又是专家又是官员啊 官民之间两气这么一个两气这么一个人物 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情报专业团体啊 慢慢的的风向是呢支持实验室的假说 美国政府呢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啊 没有直接去盯着实验室的泄露这个事情去施压 但是美国政府现在抓住第一阶段 里面发现的漏洞啊 去推进第二阶段的独立的一个调查 而现在又是第二阶段独立调查的一个节点 一年以前啊一年以前当欧盟 推动对这个事对这个问题的调查 美国进行支持 那么一年以后在世界卫生大会 就是我们今天做节目的这个单口呢 世界卫生大会又开会了啊 这个情报 这个报道就是为了配合或者呼应 世界卫生大会的今年这个会 以及下一个阶段的要展开的第二阶段的调查 而发生的这个事件 而私下里头美国政府有一个五个联邦部门的工作小组正在几 紧锣密鼓的完成一个给世界卫生大会的一个建议 就下一阶段查什么东西 那么我看到这个报道是四月下旬 那么我想这个报告已经给了四位了 因为四位现在开会嘛 应该他们拿到这个美国政府的最后的建议 但最后的建议版本我没看到 所以美国政府啊推动的这样一个第二阶段的调查的这个建议 情报和专业部门啊推动的这么一个假说 这个时候在借助华尔街日报的声望 等于是把这么一个疫情溯源的工作呢 再次打出一个小高潮 这是我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看法 我说你的看法里面在表面的刻画描述里面隐藏到很多的你的个人的偏向 这种个人的偏向恰恰是我找到了不同意的地方 但是在大方向来讲我们是一致的 为什么一致 就是这一次造成人类这么大的一个灾难 不管需要多少年 不管需要多少人力 不管有一些国家以所谓国家的尊严为借口 或者民众的尊严为借口 都无法阻挡全世界的这些民众要求追究事实的真相 因为这个灾难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灾难的后果 我觉得中国政府还沉浸在自己作为一个专制政府 我们有效的对付了这场疫情 他们还沉测于这样一个抗分之中 包括相当多的中国民众也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如果这个病毒最终不能找到这个病毒的源头 那么对下一波可能发生的这个疫情是灾难性的 首先还不是说它是不是中国政府有责任 或者是武汉政府有责任 这个首先还是其次的 对吧 从一般意义来讲 追求真相 是坚实这些受难者全人类的一个权利 第二个呢 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为了未来 我们必须要尽快地找到这个病毒的源头 但是病毒的源头是一个非常艰苦的 非常专业的 同时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个接受过程 到现在为止 03年的SARS事件 对吧 从这开始大家闹得很凶的格子里 后来发现格子里本身 在人工养殖的格子里 和野生的格子里身上并没有发现了这个病毒 但是如果注射出类似于SARS的病毒到他身上 他马上就染病了 这就证明出来格子里本身不是源头 正是因为这个当时所出现的困境 石正烈女士 就一直和中国的一些科学家 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 他们一直在试图找到这个源头 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 才发现SARS的病毒 更有可能是来自于蝙蝠 来自于蝙蝠 而且这个结论到现在为止 我们也没有看到国际学习界 有更多的共识 还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一种说明 我们所看到的也是中国媒体的说明 可见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那么在SARS那种情况之下 还没有国际卫生总织有那么严格的要求 去调查这个事情 因为那个事情主要的灾难是中国人自己承受了 而这一次是全世界的灾难 那么全世界应该 促进这个事情去调查 一点无点都没有 而且今天美国的白宫的发言人 讲得非常得体 他说这个调查 我们不能跳过国际的程序去追究它的源头 不能跳过国际的程序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没办法自己要求去调查 或者是怎么样 要通过国际的这个程序 国际的程序当然就推动大家所形成共识的组织 就是WHO去调查 因为只有WHO才有真正的权威性 即算是WHO明显的受到了中国的压力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 只有推动WHO去调查 另外一个白宫的发言人讲得非常清楚 没有任何的资讯和素质证明这个病毒的来源 没有任何的资讯和病毒的来源 他也不认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政府的报告 所以刚才跟你说 美国政府比较倾向于认为病毒的来源或者更多的 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更加推动 这个病毒的源头调查所形成的一种压力 而且确实有一些科学家也提出了这样的呼吁 18位科学家里面就有严肃的科学家 不是随便来的 华尔街日报正如你讲的是很有声誉的一份报纸 所以对于他们的报道 我们不能不重视 当然要非常重视 但是非常遗憾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不严肃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有很多的误导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同时也是成就的 成就的 它在一个夸大的三个人的中间 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导性的效果 那就是越来越多的舆论相信 这个病毒更多的是来自于病毒研究所 我认为华尔街日报这样一份严肃的报纸 在这个处理上面的不严肃 必须呢 我也表示质疑 因为我有足够的理由 足够的理由首先在于这个作者 这个作者叫马克格登 他就是在2002年吧 出名招聚的 伊拉克的核武器原料的报道者 这就是后来发生了所谓的伊拉克战争 死了美国五六千个军人 造成了伊拉克的政权被推翻 造成了伊拉克现在还处于不安定的状况 造成了现在伊拉克的人对美国有仇视的心理 但是事实证明 这个所谓的核武器或者是核武器的原料 化学武器是不存在的 在美国的历史上 由于利益激动的推动 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 总是会缩造一些假情报 缩造一些舆论的压力 舆论的压力 虽然从科学来讲 我们不应该爬出任何的一种可能性 任何一种可能性都不应该爬出 但是一个结论不是靠关联 你就可以得出相应的结论 而且你不应该摔染一些关联性的信息 然后去给人一种隐隐约约的结论 然后造成这个事情的误导 比如说武汉当时候的这个情况 就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官方到现在为止 是12月8号 才发生第一个 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这么一个例子 那么之前有没有发生呢 之前发生了是不是没有发现呢 之前发生了是不是因为没有发现被掩盖呢 那是不是这些里面还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 中国政府隐藏的秘密呢 因为中国政府是一个没有国际公信力的政府 不但没有国际公信力 在中国的民众中间也是缺乏真正的可信度 我就曾经问过我的一些朋友 我的朋友他们不是带有政治特别的政治利益在后面 他们完全是脱口而出 脱口而出说 哎呀这个 十有八九十 实验室出来的 多数的朋友 都是这么回答我 但是我真正问他理由呢 只有一个 中国管理混乱 那种研究所都是一塌糊涂 对吧 这种情况有没有呢 我完全相信有 但是这并不等于 这个病毒是从这个实验室里面出来的 你不要说这三个人在12月8号之前 他们生感冒 是不是跟这个新冠病毒能不能连接在一起 你更不能说三个人就去看医生 你知道在中国在美国 看一个医生很困难 看一个医生尤其是如果你没有健保 对吧 如果你健保也很麻烦 你随便跑到一个实验医生 对吧 那你首先交五十块钱 管你有没有病 对不对 然后搞了半天可能还什么都给你看不出来 在中国恰恰相反 有你一点点毛病 你恰不得马上去找医生 马上去找医院 所以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付感冒的特征就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跟陈小平博士讲 跟各位网友讲 其实比这个更细致的 这个情报 在哈佛大学的 就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哈佛大学发现 在2019年的11月份 武汉地区的医院 门口汽车增加了 汽车增加了 然后就发现武汉地区的 这个 住院 看病的人的情况 超过周边地区 超过周边地区其他城市 同时呢 也比去年 也就是比前年 也就是比2018年 还有所增加 还有所增加 同时 新冠病毒 有一个不同于感冒的特征 是什么 伏蝎 伏蝎 就去拉肚子 拉肚子 然后呢 这些聪明的哈佛大学的科学家 他们就拿伏蝎这两个词 到北斗或者是谷歌去 去搜索他们的这个搜索结果 结果发现什么 发现武汉地区在当时候 这个伏蝎的这个词 增加了 增加了 那如果按照这个词 去推理出来 在12月8号 中共确定第一个病例之前 是不是爆发了这个新冠病毒呢 这是当时哈佛大学这个报告出来的 一个引起大家讨论的一个地方 当然非常有价值 而且我不相信 这些科学家带有一些政治的背景 他们就是科学的研究 但是更聪明的人 后来发现了其中的漏洞 就是说假如你是真正是 腹血本身 会赢 就是意味着是新冠病毒的人增加的话 那你一定有相关联的词 也会增加 比如说 那肚子怎么办 腹血怎么办 或者腹血吃什么药 如果相关联的词 出现了变化 那就证明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结果他们后来发现 观联的词并不多 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单纯的词比较多 所以还远远不足以制证它的科学结论 所以哈佛大学这样一个远远比这个情报 可以是更广泛的素质显示出来的这个情况 哈佛大学的学者们最终把这篇稿子撤销了 他们还没有正式发表 发表在卫刊的这个 中国已经有一个叫卫定稿 陈小平不是可能清楚 就是学术论文之前 还有一个叫卫刊稿 就是没有正式刊之前 专家学者同行给你评价一下 社会科学的这个内部刊物 对对对 中国有一个 你曾经印度有一个评论文 在中国的这一次病毒出来之前 有一个科学家也写了一篇论文嘛 说这个病毒是人工病毒 记得吗 后来也由于被同行的批评之下 被撤销了 被撤销了 因为我们在科学上完全是外行 我们能够听到的是科学家的意见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一个科学家的意见 对不对 因为有些科学家也胡来的嘛 或者有些科学家是一想天开的嘛 所以同行们的评价 就对于我们来讲 是评价科学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方法 那么很显然 哈佛大学的这篇论文没有通过 后来他们就撤销了 那么包括 最近一段时间有人开始提更多的病毒不能完全爬在实验室 对吧 那么石正丽女士 她火速发表了一篇论文 来证明呢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但是这篇论文也只是发表在未刊稿 就是预印稿 就是说 还没有正式发表之前 没有得到同行的评价 石正丽女士的反驳 你也只能作为一个新闻报道一下 但是未必相信它是真的 我觉得华尔街日报 昨天的这个报道加上今天的报道 今天的报道它并不是一个错误的报道 而是九年以前 华尔街日报有一个叫培杰 就是一个老外吧 它是一个中文名字叫培杰 他到了一个矿山 一个什么什么地方 那个里面有蝙蝠洞 他试图去了解 因为那个里面出现了人的神秘的死亡 他想去了解这个情况 结果呢 当地的人直接给他进入 这种情况实际上发生在 几个月以前BBC有一个记者 叫沙磊 不知道小平你知道吧 沙磊 我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记者 那么他经常有很多现场的报道 他就集中 他去台湾了 对 他被逼跑跑到台湾去了 所以中国政府有时候我觉得是自找的 这样一个优秀的记者 你不把中相告诉他 通过他把中相传播出去 你还给他去打压 那谁来报上你的真相啊 你以为你的那些官方媒体有任何贡献力吗 没有 不但没有贡献力甚至是负数 那么沙磊就曾经去了云南的一个蝙蝠洞附近 结果你就会看到当地的这个民工啊 也不是民工啊 不明身份的人物啊 就跟他玩游戏玩了很长时间 使他没有办法接触这个蝙蝠洞 那么这种情况 是不是中国政府隐藏的秘密呢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了解中国更多的情况 你就会把这个问题更复杂化的理解 为什么 中国的这个农村 中国的农村 中国的地方 有非常严重的地方主义色彩 哪一个地方都是这样 我曾经我们一批同事朋友去过广西 那差一点就被广西的民众啊 给包围起来 原因就是我们的司机啊 超车 另外一个被超的汽车啊 差一点出事 所以他非常愤怒 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找了个电话 在我们的前面很多很远的地方 找到一批他的老乡 那就把我们给包围 幸福后来 公安人员出来解围 那你作为一个外来人 一个外来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到某一个地方去探头探脑 当地的老乡 都可能对你会怀念 何况是一个外国人 中国人是一方面 对外国人有时候是非常的友善 另一方面对外国人有很敌敌的情绪 或者是敌错的情绪 尤经也是一个西方的记者 那么这个丙 他是在九年以前访问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蝙蝠会造成人的死亡呢 即使这种情况 你稍微查一下中国的病毒的历史就知道了 在明国也好 在清朝也好 在明朝也好 在中国的有一些地方的村民 就莫名其妙死掉了 莫名其妙死掉了 那有人就会有很多神秘的传说 但是一般稍微有一点科学常识都知道 这是某一种病毒 这是某一种病毒 那么为什么产生这种病毒之后 就没有蔓延起来 对吧 或者是没有全国性的蔓延起来 很快就消失了呢 其实我们有一点点病毒知识就知道 当有一种病毒毒性非常强的时候 当人产生死亡的时候 如果这个人群在他糊涂的时候 没有跟外交接触 他那个病毒的来源 在那个地方就断掉了 这就会解开某种程度上 解开有一些地方的山区 山民他突然在某种病毒的感染之下死掉 而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大国民的瘟疫 其中一个原因 那么对于这个蝙蝠的事情 那么科伦比亚大学的 有一个学者 在马来西亚 在东南亚 包括泰国云南 还有东南亚一些岛上 做过很长时间的实地的研究 根据他的研究表明就是 有一些地方很奇怪 明明那个蝙蝠上面有毒 对吧 但是那个蝙蝠洞里面 你还发现这个啤酒瓶 还发现了一些年轻人的物品 也就是说 当地的那些年轻人并不知道 这个事情可能是致命的 但是他们去了 他并没有被感染 这个是很奇巧的事情 我在大概好多年以前 也不是非常多 大概七八年或者十年以前 我就去过这个蝙蝠洞 去过蝙蝠洞 那个蝙蝠洞是一个游览的地方 居然是个游览的地方 当蝙蝠飞出来的时候 整个天空看到的都是蝙蝠 吓死你了 蝙蝠在平时候 就掉在那个洞的顶上 但是当地人并没有发现了 这个大规模死亡 这是什么原因呢 蝙蝠似乎是源头 而这次的病毒按照史正丽的说法 是 从原来的相似的96% 现在升加到了98% 但是问题是 中间数据在哪个地方 中间的数据是通过一个病毒 通过中间的某一种动物 在跳到人的身上 还是你在十年十年里面 你本身也有其他动物啊 对不对 本身也有其他动物 是不是也通过你十年十年某些动物 有无数的这种假设 但是这种假设 从华尔街日报也好 到哈佛大学的研究也好 到18个科学家也好 包括福西博士也好 都没有提供足够利用的幸福的 这么一个结论出来 但是我们要防止一点 防止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追究事实真相的时候 不能把相关联的事情 作为一个因果关系的推论 这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美国的 这个情报 不要把它想得太神秘 因为我前面讲的 华尔街日报这位记者 恰恰就是 当时跟美国的军阶系统关系非常熟 关系非常熟 所以他拉到那个情况以后 就报道出来了 那当时谁不相信美国的军队系统啊 情报系统啊 如果不是后来的没有找到政治 没有找到现实的东西 我们就相信他了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方式 来有辨识能力 我们只能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即算是方方的说法 即算是华尔街日报 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一种报纸 我们也存疑 所以我特别的觉得 这个办法政府是比较严肃的 否则的话 今天的白宫发言人 他是要稍微往画方一转一点 这个东西又会闹得更大 又会给中美关系的这种差距 这种对抗 又增加了没有必要的 这样一个因素 一个推力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 中国政府面临一个 非常艰难的一个选择 这个艰难的选择是 要么他就会被世人认为 你也给了真相 对吧 你也给了真相 要么你就把真相展现给大家看 要么你漂白了 说明了你没有被一个真相 确实是科学家证明 你可能是无罪的 但是如果科学家证明 最终是武汉病毒时有问题 对吧 那我也不认为整个中国政府应该完蛋 而是应该武汉病毒研所 找出问题出来 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是哪一个环境出了问题 那么 谁承担应有的责任 那么就应该去承担应有的责任 但是如果你去掩盖这个事实的真相 那就会变成你整个中国政府的责任 所以中国政府需要掂量掂量 当然还有个技术性的问题 也要请大家考虑 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 是所谓的 寂命的病毒研究所 但是这种寂命的病毒研究所 在面对人类这么大的一个灾难面前 这种寂命又算什么呢 对吧 这就是我的基本的看法 这个老何这篇文章啊 不是你批评的这一个记者写的 是三个记者写的啊 这个 这个Gordon呢 这个Gordon这个人呢 你提到他的这个伊拉克战争中的那个作用啊 那个批评是挨的 他是挨的批评的 但是这个这个人呢 在这个美国的 这个军事和安全领域的这个报道这个资历是非常非常的深的啊 尊情报道的记者 是在以你调入陷阱的 这个有一个报纸 我猜一句话 整个的这个职业生涯之中啊 将近40年在纽约时报啊 30多年 然后这个出了事情是出在这个在华尔街日报这个问题上 大概那个时候当时朱迪米勒 他们一起写一个报道 后来米勒还 赐了官司啊 也不行 并不完全是他的这个人 现在媒体现在对他评论是在这个里头报道 他不精确啊 不精确 所以说你去质疑他的这个 原来这个报道 原来这个报道的和当下这个报道这个关联性啊 我觉得并不是很充分 何况不是他一个人写他是 华尔街日报是配了三个记者写的文章 这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客观中立平衡的报道 并不是你所说的什么误导作用啊 也有一个河南的病毒学家说这个病例 三个人的病例两个人的病例根本就是一般人的感冒 西方的媒体啊最糟糕的就是这个地方 经商是表面上 引许就得走一句话 引许又一句话 他整体的产生的效果非常明显 我就批评西方媒体这种报道方式 我原来是非常信仰的 非常信奉的 我现在发现他只要给你制造了一个故事 就找一个人往里面去套 让你感觉到这个地方是开关的 你看看这边报道出来的结果就是 就是像你讲的 就更多人倾向于这个病毒 有可能是从十一十里面出来的 而十一十这个里面 你把英国关系搞错了 是更多的人倾向于实验室假说的情况背景之下 华尔街日报来了这么一篇文章 不是没有新的东西 没有新的东西 这个东西早就披露出来了又不是今天 对吧 我当时看一瞎一跳 福西博士也是最近这一段 才开始倒阁啊 我觉得没有 福西博士 我现在的福西博士讲的话没有错 没有错 你把英国关系搞到了 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是最新的实现是假说的 最新的一篇 它不是原因 它是结果是这一波风向转变以后的一个结果 那就证明华尔街日报就是想呼应这个舆论 制造这么一个报道 而不是真正有什么情报 有什么情报吗 对不对 一看就知道是就是想当然的嘛 所谓国际盲友 对吧 关系性的信息 我觉得它最糟糕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关系性的信息没有名字 而平衡的报道有名字 这个华尔街日报我认为他把这三个病人的名字省略了 不是三个病人 而是情报来源 而是情报来源 我猜想他知道这三个人的名字 他知道也好不知道好这个不是关键的 关键是这个情报的来源在哪个地方 告诉我没有 这个军事情报 然后来搞一个平衡报道有名字 来用平衡报道的真名字来推断哎呀 那个情报也是人来源的 这等猫腻 让我这种老媒体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好你要批评这个报道那是你批评的啊 但是这个 我觉得你这个批评理由不那么充分 因为他有情报来源 他有两个情报来源 而且这个 这个情报来源还说了这是我们的国际伙伴拿给我们的情报 他已经说的比较清楚 哎呀 情报局里面这个垃圾啊多于牛毛 随便拿一个垃圾给你喂料就可以了 说明什么情况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西方的这个媒体报道按照你的说的话 他用匿名情报信息来源 很多的 但是抱歉这个来源没有权威性 因为首先这三个人我不怀疑是真的 是假的我不怀疑 OK 但是第一他是华尔街日报 第二华尔街日报 第二 这三个记者是 应该是这个领域里头的这个收取一指的 第一个Gordon 前将近50年的记者 40年加那个华尔街日报 第二个人是这个驻华盛顿的首席的 这个安全和军事记者 第三个是资深记者 从记者搭配来说 华尔街日报这份报道是非常 这个豪华阵容出场的 豪华阵容怎么样啊 没有真正的料嘛 这些料早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而且这个料没有实实在地的东西 他没有证明什么 第二个就是他的料在什么地方呢 老婆第二个料在什么地方 他从第二个来源 证明了1月15号美国国务院的那个信息情报的真实性 这是他的价值 他证明什么真实性呢 他比 他比1月15号的那个信息还要精确 具体 这是他的价值来源 他有什么具体啊 这些东西我们早就知道了 早就报道过了 你怎么知道是三个人是11月去的医院 三个人早就讲过了你看看那个媒体早就报道了 早就知己有了 可是这个东西他 用另外一个人的话说很精确 非常的精确 这就是他们事事而回的东西 事事而回的东西 什么叫精确啊 三个人我们也是精确 对吧 我们不用去遵论了 就是说我觉得你对这个情报的价值的评估有些低 那么我觉得他的评估要高一些 就这么个差别 嗯 好了好了 我认为了这个事情不管怎么样 我们两个有一定是共同的 必须推动 WHO 对武汉地区 2018年吧 2019年至少是秋季开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这个事情查不清楚 这个新闻有助于推动这个调查 那也未必 那也是他的价值 那也未必 如果是一个夸大的不真实的报道 会增加中国政府的敌意 也会增加中国民众的敌意 你不要以为一个夸张的报道是有利于事情的推动 实际上只有一个事情是真正有利的 那就是真实的 所以我希望华尔街日报勇敢一点 告诉我们哪一个情报来源 你建议 你不要说你不要告诉我们 这是中国政府谁提供的 有的记者宁愿坐牢也不愿意 不不不不不 那我就抱歉 抱歉 我不能信任 我不能信任 对不对 我不能信任 你这个有点强人所难 没有我不认为他应该公布 我觉得你这个追问 我很佩服你追问真相的这个 这样一种力度 但是呢你有点强能所难 那就抱歉 这篇报道不合格在我这里 在我这个地方 这个没有呈现出应有的真相 很多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 你说的这个记者 你说的这个记者 他在报道德国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他就用利民来源 非常好非常好 但是因为他有伊拉克这个事情的不好的记录 抱歉 我对他的报道就是要特别小心 因为伊拉克的事情是造成了一次这么大规模的战争 对吧 美国张员很强大 所以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 如果这个事情是别的国家做的呢 请问会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 尤其是面对中国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多半还对中国的事情有一点点了解 所以我们要提出更多的疑问 去帮助美国政府 去保持全球的真相 而不是被误导了 我不是要求说 你公布中国的那个什么信任啊 吹哨人啊 我不是要公布那个东西 我是要公布说 如果你认为这个来源是美国政府的 一个情报来源 那政府就应该有这个担当 这个是国际伙伴的 这个并不是美国 这是他们的国际伙伴的信息情报了 譬如什么呀 国际伙伴的情报呢 那个就比这个这个这个美国就差的太远了 你比如澳大利亚情报有几个是真的 对不对 你还有日本的情报 我们想到你是从这个角度去质疑这个事情的权威性 我当然因为因为你就想一想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如果有三个人是武汉病毒女士感冒对不对 他去驻院和看病 这个东西和这个还离不上来 他是有关联没有因果关系 知道吧 那我所希望的是 不是我们争论的问题 老何这不是我们争论的问题 我只是说这一次情报来 这次披露的情报和原来披露情报的差异 这是我关注的重点 至于他对证明这个事情的力度如何 这不是我老陈今天讨论的问题 那我就告诉你没什么太大的价值吗 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我认为这个东西对证明他的这个武汉病毒时候 实验室泄露的这个东西的证明力度仍然是不够的 但不是我讨论的问题 我只是说这个情报和原来情报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这是我关注的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谈的也是这个问题 谈这个问题了 没有什么差异 没有提供 这个情报能够证明这个实验室假说 他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讨论 对 那我也是讲啊 我就认为这个情报不称分啊有问题啊 对吧 但是我绝对支持太多 你是认为这个情报不权威啊 你是这个观点 我不认为他没有 我不认为他不权威对 好了 没什么好讨论 没有证据去证明他不权威对 下个话题 这个我们第一个话题讨完了啊 只有一点区别啊 我们只有一点区别就是这个 这个情报的价值所在 你认为价值不大我认为还是有所价值的 他原来的情报 这个 清晰一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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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